你见过这样的钓鱼方式吗? 一大块青鱼肉和墨鱼汁用石头绑在一起 然后将其沉入50米海底 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从海里钓起上百斤的金枪鱼 而这条鱼就可以让钓手得到几十元的报酬 为此,他们不惜远离家乡 和大海比拼胆量 他们设备简陋 随时都会被大海吞没 但只要能钓到一条金枪鱼 他们便觉得不需死刑 这群钓手就是菲律宾有名的金枪鱼猎人 大家好,我是看路 只为带你看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菲律宾南部有个最大的贫民库 这里的人基本没有正当职业 他们每年工作两个月 玩耍十个月 其中最令人骄傲的职业就是渔民 走在大街小巷 你随便问一个人 上到大人,下到小孩 他们的答案都是出奇的一致 我想当渔民 对于小孩来说 能把金枪鱼钓起来的渔民都是英雄 而自己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当英雄 眼前一只海钓金枪鱼的小队正在收拾物品 他们要出海了 在出海前 他们需要被阻冷冻金枪鱼的冰块 然后准备一些淡水以及粮食等等 这一次的出海整整会有三十一天 在这接下来的三十一天里 他们会一直生活在渔船上 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值钱的金枪鱼 要到达海钓的地方 渔船需要行驶三天时间 这三天是大家最轻松的时候 他们可以相互认识 甚至在这期间拜师学育 眼前这个小孩叫拖椅 今年正好十六岁 第一次出海钓金枪鱼的他 很快就在船上拜到师父 一路上他可以向师父学习钓金枪鱼的方法 同时也可以学习一些修理机器的技术 而自己就只需要给大家做饭 每到中午时分 拖椅都会使出看家本领 给一船人做上最美味的杂鱼和米饭 在船上 鱼和米饭是最常见的食物 吃多了也难免让人难以下毒 转眼间 渔船就要到达目的地 今晚是大家能休息的最后一晚 狭小的船舱整整挤着十四个人 有的睡在椅子上 有的睡在吊床上 整艘船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 像这样的状态 他们需要坚持三十一天 居住环境的堪忧还是不能阻挡第二天清船的到来 早上五点 渔夫们都已经起床 他们要尽快打包好便当 在天气不热的时候出海钓鱼 直到下午晴空万里时才会回来 由于小船的有限 每次出去的都是惊艳老道的渔夫 而身为学徒的脱衣再次被留在了船上 他需要在这船上和其他学徒一起制作鱼饵 他们将提前收集好的墨鱼汁分装到塑料袋里 然后切上一小块青鱼肉 穿上鱼钩后就可以用石头绑在一起 通过这种方法 鱼饵可以很容易到达五十米的海底 在这期间 石头会在中途脱落 鱼饵上的墨鱼汁可以很快吸引来金枪鱼 从而就能钓到金枪鱼 为了自己有收入 在船上的众人也没放弃钓金枪鱼 他们把鱼饵投下 可端坐在船上半天 水里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当天晚上 一条金枪鱼都没钓到 或许是大海的怜民 在晚上的钓鱼中 渔夫们还能捕捞起一些小鱼小家 这下 他们可以在海上吃到新鲜肉类了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出海的第五天 渔夫们照常下海 可每次出海钓鱼 大海都好像给金枪鱼通风报信了一样 渔夫们在船上还是一无所获 加上此时的温度已经逼近四十度 渔夫们也开始出现了重暑现象 长期的高温 让海里的金枪鱼躲到了更深的海底 大鱼们都不肯现身 现在的他们是多么渴望来一场大雨呀 可现实还是那么残酷 今天的渔夫再次两手空空 面对这样的环境 我想很多人都会放弃 想着再怎么坚持也没有用 但眼前的这些渔夫比谁都知道 如果此时的放弃 就只能让自己真的一无所获 他们只有在海上不停奋战 遇到困难就去解决 而不是选择逃避 出海的第十三天 今天的气温明显低了很多 头戴斗笠的渔夫在放下鱼耳没多久后 突然感到手头一紧 这一紧他整整等了十三天 没错 有鱼上钩了 他死死拉住一线 生怕吊上的鱼跑了 经过长时间的拉扯 一条大鱼露出了水面 上百斤的金枪鱼被他钓到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是全船人出来这么久后钓到第一条鱼 有了这条鱼 渔民也可以得到几十块报酬 同样全船人也可以吃上一盘油煎金枪鱼 现实再次破了一盆冷水 接下来的两天 渔民们没有钓到任何一条大鱼 见过大场面的渔民也开始愁眉苦脸 其中39岁的阿东特别着急 他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来钓鱼 我想用这次的工资来给我补几颗好牙 第二天清晨 渔民们再次怀着忐忑的心下海钓鱼 突然间 一个头戴草帽的渔民感到手头一紧 熟悉的感觉再次来临 调整好姿势 下面还要和这条大鱼即兴搏斗 他可不想由于自己的疏忽 让这条大鱼跑了 最终猎物还是没耗过猎手 一条硕大的金枪鱼被拉了起来 渔夫终于露出了笑容 有了这条金枪鱼 出来的这一趟 该渔夫就转了 他带着这条硕大的金枪鱼返回母船 然后将鱼放进冷藏室 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在渔为榜上带有渔夫名字的丝带 凭借这条丝带 雇主会给他发放酬劳 正当大家还在为钓到金枪鱼而高兴时 天空下起了久违的大雨 已经快晒成肉干的渔夫们 大家赶紧脱下衣服 纷纷站在甲板上洗漱 他们要好好洗一个澡 这是他们出海后半个月里的第一次洗澡 今天是出海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随着渔船在大海上飘荡越来越久 渔夫们竟然在远处的海面上发现了海豚 这可是好兆头呀 有海豚出没的地方 必定会有金枪鱼出没 当得知这样的好消息后 渔夫们纷纷迫不及待地坐上独木舟 他们要去海豚出没的地方钓金枪鱼 果然不久后 一条金枪鱼被钓了上来 旁边的渔夫也在同时钓到属于自己的金枪鱼 其中步伐有200多斤的大鱼 这是他们目前为止钓到的最大的金枪鱼 长度比得上渔夫的身高 短短一天 全船人钓到了十多条金枪鱼 有限的船舱不能装下过多的鱼 好不容易找到的鱼窝不得不停止钓鱼 一旦回去时间过完 全船的金枪鱼就会因温度高而变臭 这可不是船长想看到的 最终商量后绝点 渔船开始返程 由于大家都钓到了金枪鱼 每个人都是那么开心 但除了拖椅 此时的他还坐在甲板上试着钓起一条鱼 结果还是没有钓起来 在返程途中 悠闲的渔夫们可以开始聊几天 有的渔夫摊开自己的手掌 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由于常年累月的干活 渔夫们的手指早已结满厚厚的老茧 即使每次钓鱼都会让他们的手很疼 但每次钓到大鱼的喜悦都会让这些疼 烟消云散 这时拖椅也给大家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他的爸爸也是渔夫 有次出海钓鱼时 由于不甘心放跑一条大金枪鱼 爸爸跳入海里去抓金枪鱼 结果溺水淹死了 拖椅的话让人们陷入了沉思 大海给他们带来了生计 却也给他们带来危险 作为渔夫 这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 很快 出海31天的渔夫们再次回到了熟悉的码头 渔船停稳后 渔夫们还要把自己钓到的鱼帮忙贩卖出去 只有这样 渔夫们才可以得到本次出海的佣金 得到报酬后的渔夫 有的拿出工钱炫耀 数了好几遍钞票 有的已经在盘算用这些钱来卖手表 手机 而一条金枪鱼都没钓到的拖椅 只好拿着一些鱼竿回家了 虽然没有钓到金枪鱼 看到拖椅的平安归来 家人还是很高兴 他们把拖椅带回的鱼做成了晚饭 一家人终于吃上了团圆饭 这就是菲律宾金枪鱼猎人的工作日常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 猎人们教会我们要懂得不放弃不气呢 终究一天生活就会回馈我们希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看路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